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应该用什么组合来进行过牌加注 这些频率也好组合也罢 它们和哪些要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呢 今天我们就以大忙面对装卫的开持为例 带大家来探索一下 关于过牌加注到底有没有什么一句话的攻略呢 首先呢我们借用GTO Wizard的聚合报告 来看一下面对不同尺度的加注频率 这三张图依次是面对装卫玩家下注33% 66%和130%的防守频率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对手的下注尺度越小 我们的加注频率就会越高 这是因为一个小尺度的下注 通常会比大尺度更加融合而不是齐化 这意味着其中会有很多很多的中间牌力 比如中对子小对子等等 我们的过牌加注很大程度上 就是为了拒绝这些边缘牌过于舒服地实现它们的抵持权益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过牌加注的尺度 同样的我们也能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规律 对手的下注尺度越小 我们就越倾向于构建一个大尺度的加注 这有利于让我们在后两条街平滑地将我们全部的筹码都打光 当然了下注尺度也和牌面有着非常大的联系 我们稍后会带大家详细来看 如果你嫌麻烦就想记个结论 那也可以 我们推荐大家用66%到75%这么个尺度 作为你的默认加注尺度 插一句题外话 大家现在知道怎么算75%的加注到底是多大了吗 如果忘记了可以回头看一看我们的往期视频复习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不同牌面下 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组合来进行过牌加注 首先我们选择一个对装卫玩家非常有利的高招面 AK3彩虹面 并且我们假设对手下注33% 然后我们看右侧的牌力分布图 在价值组合的选择上 Solver会选用最好的顶对A圈和更强的两对三条来进行加注 但凡再弱一点的顶对和中对子就会被放到跟注范围里 这意味着我们的加注范围是一个比较标准的直划范围 同时呢 炸虎组合会非常集中在圈勾替和345这两块地方 这两块地方也正是AK3这个牌面上所有卡顺会出现的地方 当然不单单是卡顺像554422甚至是6353这些有后门顺子的小对子组合也是可以用来加注的 这个点可能很多同学都会遗漏掉 像AK3这种不存在两头顺和铜花听牌的牌面 我们就更需要关注那些有发展潜力的后门组合 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 SOFR在这个牌面上不太会用所谓的纯空气 也就是毫无发展空间的组合来进行加注 大家可以结合这个牌面的特征来思考一下这是为什么 我们稍稍将牌面向下走一点 并且呢让牌面变得非常潮湿 来看一看从AK3的彩虹面到GOTI8的听花天顺面 用来过牌加注的组合会有怎么样的变化 还是一样我们先来看价值部分 SOFR会在这里选择用两对级以上的牌力进行加注 同时加注的频率并没有那么夸张 可以说只有AK3牌面下的一半 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 这个牌面由于它变得非常潮湿 并且存在着非常多潜在的强牌力 所以呢我们需要用来加注的牌力强度就需要更强更激化 那怎么更激化呢 就是我们不仅用更好的成牌来加注 就算是炸弧我们也得选最好的 比如这里的组合听牌两头顺和听花 这和AK3牌面不同 我们在这里就不太会用卡顺或者小对子来填充炸弧频率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更低的 并且对大芒更有利的牌面 762彩幅面 我想大家走到这里应该很快看到这个牌面就能估计出它的特征了吧 首先呢由于牌面对大芒较好 所以总体的加注频率会变得非常高 已经是AK3牌面的两倍了 其次呢由于这个牌面并没有那么潮湿 那么价值加注的预值就又被放宽到了最好的顶对A7附近 并且由于牌面上是有两头顺的可能了 那么我们就会先优先选择两头顺 然后再选择卡顺和后门的顺子组合 762这个牌面和AK3或者勾T8最不一样的地方 是在炸虎组合的选择上 它会从小对子转移到像勾8圈5这些听上去真的不咋地 但是呢他们实实在在确实又有后门花又有后门顺还有高张 一方面这是因为在这个牌面上我们有着更多的价值 也就可以混合更多的炸虎 另一方面同样是后门顺 我们能选择向上听的部分 那就优先选择向上听了 毕竟呢向下听的小顺子 总归是有可能是要翻车的 好了我们通过这三个比较经典的牌面 大概已经摸到了一些过牌加注的规律 我们把这期视频的总结部分呢 在最后以填框的方式留在这里 大家可以暂停检查一下自己掌握的如何 如果有条件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用软件多点点多看看 学扑克这件事情阅读量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只有看得多了看得熟了 才能把这些复杂的规律牢牢记在心里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这里是千算Poker 我是梅小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